台灣其實很尷尬 因為外交上的一些比較特殊的環境 所以我們沒有加入那個137個國家的那個Po裡面 那他們是加入Po 所以才放棄數位稅 那我們沒有加入Po 照理講我們是可以來開增數位稅的 如果今天我們台灣真的去開增了數位稅 臉書會覺得說很奇怪啊 我又沒有跟你簽約 那你憑什麼 我的錢都已經分完給別人了 那你台灣憑什麼又再對臉書 再去額外的去科增一個數位稅 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請問486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傑西卡 現代人的生活離不開網路 所以數位經濟的發達呢 也就帶動了這個數位稅呢 成為近期國內研究的話題之一 到底台灣該不該向這些大型跨國數位平台 收取所謂的數位稅 如果要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的話呢 怎麼樣會是最適合台灣的 我們今天很榮幸的邀請到台科大專利所的 陳衍任副教授 各位來賓大家好 教授好 那我們首先呢想要先帶我們的觀眾 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數位稅它的起因是什麼呢 好我想數位稅這個名詞 算是一個比較新穎的名詞 那各位可能有聽過一個 一個英文單字叫Gafa 那Gafa它其實是由四個字母所組成的 G就是Google 那A就是Amazon F就是Facebook 就是現在的Meta 那A呢就是Apple 就是Gafa 我們等於說四大科技巨頭 那這四大科技巨頭呢 它在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全球的一些這個十大的這種富豪呢 其實在Gafa裡面大概就佔兩三位之多 那Gafa這些四大科技巨頭呢 它在全球的各個角落呢 它其實賺很多的錢 但是卻沒有相對的繳它應該繳的這個稅幅 我舉個例子 像譬如說 這個美國的前五百強的這個大型企業 它的平均的稅率呢大概是27% 就是賺100塊呢 繳27塊的這個稅款 但是Gafa這四間公司呢 像這個臉書呢 它只有一百塊 賺一百塊呢只有繳四塊的這個稅款 就非常的低 那這個理由就是說 因為這些科技的科技產業呢 他們在銷售他們的服務或者是 產品給全球各地的消費者的時候 用網路的方式 因為現在網路的科技的發達之後 它不用去消費帝國當地去落地 去開公司 它可以直接透過網路的方式呢 就這個消費者下單 那它直接提供服務給這個消費者 那通常它會把它的這種公司呢 會設在一些比較低稅負的國家 那所以就是說你的錢呢 可能會付到那個低稅負國家 那因此就會讓整個集團的稅負 這個大幅的降低 我舉個例子 像譬如我2010年到2015年的期間 人在德國進修 那我常常在網路上 這個Amazon的網站呢 去買一些德文的書籍 那但是每一次這個 這個德文的Amazon呢 它寄書給我的時候呢 它都會付一張發票 那張發票呢 它的抬頭 就開的發票的這個公司呢 是一間盧森堡的公司 那為什麼盧森堡的公司 那是因為說盧森堡呢 是歐洲的一個低稅負國家 在德國法國啊 都是一些高稅負 那像盧森堡啊 荷蘭啊 都是一些低稅負國家 那也就代表的是說 我在德國買書的時候呢 錢是付到盧森堡的公司 然後他再直接把書寄給我 那這個時候呢 德國政府就會跳腳 因為德國政府會認為是說 我們的這些消費者 跟你Amazon 美國的Amazon 買這麼多的這些產品 結果你Amazon呢 卻沒有在我當地繳稅 錢是付到盧森堡 這些這種低稅負國家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說很不公平 嗯 那久而久之呢 這個 他們會認為說 其實是美國的這些Gafa呢 他吃了歐洲人的豆腐 所以 大概從2018年開始呢 他們就 就開始討論說 那有沒有可能呢 來對這些美國的這些科技的巨頭呢 來就他們的數位 透過數位的方式提供的服務呢 來開增所謂的數位稅 對 所以說像 開第一槍的是2020年的法國 就法國他 針對這些 這些 譬如說像臉書啊 像這些Amazon啊 他提供的一些數位的服務到 法國的消費者 然後法國政府呢 就透過立法的方式 那針對這些數位服務的提供呢 來開增3%的這個數位稅 那這種數位稅的開增 它其實就很像是一種 欺商權的概念 就是說你商人7分就會損幾3分 譬如說當今天法國的消費者呢 他在臉書上去買這個 這個買臉書的廣告 然後這個臉書呢 他被迫繳了3%的這個數位稅之後 這個回過頭來 這個美國的政府 因為美國當時是川普執政 所以他也不甘示弱 他認為說我們的企業呢 在你法國被課了稅 所以他就這個回過頭來呢 就對於這個法國進口到美國的一些化妝品 一些葡萄酒呢 科增高的這個關稅 所以他其實會有 變成一種貿易的戰爭 這種貿易戰爭 這一台Gin Plus 它不僅僅是綠水器 它也是一台開飲機 重點是它不需要簽管線 免安裝隨便你想畫哪裡都可以 而且只要裝自來水就可以使用囉 想要安心喝好水 趕快上斯巴勒團購 在歐洲開增數位稅的國家其實很多 在從2020年開始 像葡萄牙 西班牙 法國 英國 奧地利 意大利這些國家呢 都有開增這個數位稅 這個就是數位稅它的最原始 最傳統的一個開端 是 那所以剛剛有聊到說 因為它變得有一點像是貿易戰嘛 因為美國也不甘示弱了 那市場國這邊它又很想要收到這個稅付 那現在的趨勢是什麼 還是繼續朝向這個方向來進行嗎 OK 當時歐洲國家它在開增數位稅的時候 它其實也知道的是說 這一種專門針對這種數位的服務的提供 來開增稅 來科稅 其實會有一些違反這種世界貿易組織的一些要求 因為在世界貿易組織這個WTO的規範底下呢 它會認為說其實國際之間的貿易啊 貨物啊應該是要這個自由的流通 那你不應該很針對性的 針對某些特定的業者去開增比較額外的這個稅付 那法國的數位稅它當初的開增 其實就踩到這個紅線 因為它當初為了要針對GAFA這種大型的跨國企業 它設下一個門檻 就是不是所有的這種透過網路提供服務的 這種跨國的公司都會被開增數位稅 只有它的集團的全球的營收超過7.5億歐元 大概就是像GAFA這些企業 才會被課到這種數位稅 所以它其實很針對 它其實算是蠻針對性的 那歐洲國家他們也知道說 這種數位稅本身會有違反這種WTO的這種禁止歧視原則 那也因此呢他們就也有一個默契是說 他們的數位稅本身只是一種暫時性的臨時性的措施 只要未來全球這個絕大多數的國家呢 都找到一個共通的遊戲規則 就大家都講好 就不要再互相報復來報復去 找到一個遊戲規則的話 他們就願意廢除他們的數位稅 所以現在的趨勢是說 他們有找到這個替代的方式嗎 還是正在研究中 對這個其實也我覺得也蠻微妙的一個政治的發展 之前在川普執政的時候 其實美歐之間是一個 就是經常會有些貿易戰的發生 那一直到2021年的1月 川普下台 新上的拜登政府呢 他願意跟歐洲的這些國家 來坐下來好好的談 那也就在2021年的1月之後 美歐之間開啟了這種雙邊的這種協商 那才邀集全球將近137個國家 大家達成一個全球性的共識 所以這個全球性的共識 未來有可能在2024年就即將要上路 2024年就即將要上路 它會取代原本這個數位稅在遍替開花 這樣的這種比較不合理的一個現象 對 那所以這樣聽起來的話 國際間的趨勢是傾向說 可能會取消數位稅或是有別的替代方案 那可是我們台灣現在才開始在討論說 我們是不是要開增數位稅啊 那這樣的話我們是不是有一點跟國際的趨勢 算是背道而馳的 OK 或許我可以再回過頭 再稍微談一下 在國際間的 它的那種替代措施是什麼 在國際之間的替代措施呢 它 他們的講法呢是 提出一個叫所謂的兩大 兩大支柱 因為外國人很喜歡用一種什麼 什麼Pillar Pillar代表說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原理原則 那他們有兩個Pillar 講白就是兩個方案 兩個方案 那其中的一個Pillar 1 就是方案一呢 支柱一呢 它的規定是說 我以後不再針對什麼數位科技巨頭 這樣的名詞去刻 我就只是看說你這個集團它的營收 那只要你的集團的營收呢 有超過這個 一年營收超過200億歐元 就更大了 剛剛是7.51歐元 那現在是200億歐元 超大型的這種跨國企業 它年度 它的這個盡利率 如果有超過10%以上的 那我會針對這些大型跨國企業的 這種超額利潤的一部分 就簡單的講 就是我針對超大型的跨國企業 多賺了一部分的錢呢 我要把它分配給這些市場國 那再講的更白話一點 譬如說像臉書 臉書假設它一個年度 它有跟全球有50個國家 假設有50個國家 有來提供服務 有賺取一些收入 那這個時候臉書就要 就它的部分的利潤 就它的一部分利潤呢 要依照一個公式 分配給這50個國家 那它要簽一個多邊協議 就以後是用分錢的方式 對那這個是一個替代方案 那台灣其實很尷尬 因為外交上的一些 比較特殊的環境 所以我們沒有加入 那個137個國家的那個破裡面 他們137個國家 大家講好 有一個遊戲規則 去分那些科技 分那些大型跨國企業的 一些剩餘利潤 但是台灣沒有在那個裡面 所以本來法理上 其實我們沒有去加入那個破 那他們是加入破 所以才放棄數位稅 那我們沒有加入破 照理講我們是 可以來開增數位稅的 那但是又壞在壞在說 如果今天我們台灣 真的去開增的數位稅 臉書會覺得說很奇怪啊 我的錢都已經跟大家講好了 我就是要分配給 其他的那些有簽約的國家 那我又沒有跟你簽約 那你憑什麼 我的錢都已經分完給別人了 那你台灣憑什麼 又再對臉書 再去額外的去科增一個數位稅 所以我們如果說真正要去對這些 大型的跨國企業去科數位稅的話 會面臨到說他有可能會聚腳的 這樣的這種風險 那目前有在探討的一種可能性是說 有沒有可能 因為這種分錢的方式呢 是只有這種超大型的企業 才會被要求分錢 台灣的超大型企業 大概唯有上榜的就是台積電 那台積電也在每 因為台積電在P1之下呢 他也有可能 未來會被美國政府給 要求要補繳一些稅款 那有沒有可能 我們跟美國政府呢 去做一個雙邊的協議 就是說美國的那些跨國企業 如果在台灣有賺到錢 那可以讓台灣政府來 來這個分一杯羹 那同樣的呢 台積電在美國有賺到錢 也讓美國政府來分一杯羹 所以大概目前可以想像的是說 雖然台灣沒有加入那個 一三七國的那個破裡面 那有可能今天台灣可以跟美國 用個案的方式來做協議 來試圖能夠來針對這些跨國企業 來分一杯羹 這是一種可能性 就是變成它也是一種協商的方式 協商方式 但是這都還是一個未來式 所以說台灣現在我們還在研究探討說 是開增數位稅 或是我們也是用這種 溢價協商的方式來進行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那個狀況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 比如說我們如果是通過溢價法 或是數位稅 我們這個是目前還沒有定論 那什麼樣的方式會是比較適合台灣的 就現階段來看起來 因為聽起來這樣子 就是媒體工學會這邊 他還是比較希望是以開增數位稅的方式 那可是傳聞是說 其實專家學者這邊的意見是不太一樣的 是 我稍微提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所談的那些數位稅 其實你聽起來呢 就是簡單的一句話就是 跨國企業 他在一些市場國消費帝國賺到的錢 卻沒有在當地繳稅 所以這些市場國消費帝國 他不甘心 他去開增這個數位稅 所以數位稅其實傳統上是這樣子 但是最近媒體工學會他們在談的這個數位稅 其實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他也是跟這個GAFA有關 特別是GAFA裡面的Google GAFA裡面的這個Facebook 就是這個應該講Meta 就是Google跟Meta有關 因為這兩個媒體呢 他們經常就是 就是說使用了 轉載了一些台灣的媒體業者的這個新聞 但是卻沒有跟這些媒體業者來協商 來支付相應的費用 因為他們本身並沒有去產製 Google沒有去產製這種新聞 新聞的產製本身是台灣的這些媒體業者 這些報章媒體業者他們的努力 但是媒體業者長久以來呢 他們的生存其實靠的是廣告收入 廣告收入其實現在像Google 像Meta 他可以用這種演算法 他可以很精準投放廣告 所以大部分的廣告呢 他都會願意下載像Google 在Meta上面 所以就變成是說廣告整個收入呢 媒體業者的廣告收入被抽掉了絕大多數 大概有將近八成以上的這種廣告收入呢 其實都轉到這個Google跟Meta上面 但是他用了人家的這個新聞 卻沒有跟這個媒體業者去支付相對的這個費用 那所以最近的這個媒體工學會呢 他們就希望是說可不可以政府呢 來出面來幫忙媒體業者 來對這個Google Meta呢來科徵所謂的數位稅 他或許是借了這個數位稅剛剛的那個名詞 那但是總就是針對這些這種數位媒體業者 數位平台業者來他來科稅 但是其實內含不太一樣 剛剛的數位稅他其實是 這個GoogleMeta呢在市場國賺錢不繳稅嘛 對 那這個地方的他只是借 就是說媒體工學會呢 是借剛剛的那個數位稅的那個名詞 然後來希望對這個Google呢 Meta呢來 就是他們使用新聞卻沒有來付費這件事情 來科徵所謂的這種稅卷 所以這個又不太一樣 那前陣子呢這個GoogleMeta 他也已經跟台灣的這個媒體工學會 像台灣有像這個電視學會 然後還有像衛星電視的工會 然後像這種報紙公會等等的 有去做一些面對面的這個第一次見面 是 那在那次的見面的會議當中 看起來好像是Google相對是比較友善一些 他也願意說未來呢能夠跟媒體業者來 互相來建構一個比較良好的一種媒體環境 但是Meta呢就相對就是比較被動 不是那麼的積極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的一個現象 那跟這個所謂的數位稅不大一樣的是 其實台灣有一些民間的這些學者 像政大的王立達教授 台大的林兆貞教授 然後中正的羅斯宏教授 陳大的徐曉芬教授以及我 那我們大家的共識呢是說其實數位稅呢其實 不論你用什麼名稱 你叫數位稅數位捐數位功課 應該是說只要是由政府來出面來科的 可能不是一個最佳的一個選項 比較理想的這個選項呢 我們的看法我們比較心儀的呢 是採取議價的這個方式 這個其實議價跟數位稅其實不大一樣 那不大一樣的地方是在於是 我舉個例子 數位稅它的 數位稅的這媒體工學會的數位稅呢 它其實就很像是說 今天這個政府是爸爸 然後爸爸呢就是我們家裡面種了一棵蘋果樹 然後爸爸呢每天呢這個 這個收取很多的蘋果 然後出外去賣 那賣來的錢呢 回到家裡面呢來分給這些小孩子 好像是都是爸爸這個辛苦去賺錢 然後分給這個小孩子 也不管小孩子呢有沒有努力 都不管 反正就是他們 就是我來養這些小孩子 那這個是這種是收稅的方式 那另外一種呢是說議價 議價就不是喔 議價的做法就是說好像是 就是我讓每個小孩子呢都自己去種蘋果樹 就是自己努力去種蘋果樹 那種到的蘋果呢來 每個小孩子呢自己拿去外面賣 賣到的錢呢自己來用 所以他比較是能夠培養這個小孩子呢 一個獨立自主的這個精神 這就是議價 議價的做法是讓 就是這個個別媒體 他各自去跟平台 跟Google跟Meta去做議價 各自努力 那可是如果這樣各自努力 政府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對 在整個過程當中 立法還是優先 就等於是 等於說 還是有一個遊戲規則 還是有一個遊戲規則 那政府在這個立法 立的法當中呢 他必須要建構一個 比較能夠促成 談判達成共識的一個 的一個遊戲規則 我舉個例子 像民間版的這個議價法當中 他其實是採取多階段的 這種協商方式 那他可以由這個媒體呢來 他來發起跟平台 跟Google跟Meta去 去進行這個請求 請求議價 那只要當媒體 比如說當這個TVBS 他去提出這個請求 那超過三個月 他有個三個月的期間 那如果說三個月呢 都這個議價不成的話呢 那雙方就會進到一個 叫調節的程序 就是他會先有三個月的 這個議價的一個期間 那如果說這個期間 如果說沒有達成共識的話呢 就會進到一個調節的程序 剛剛提到議價法的部分 那議價法立法院呢 有可能就會有即將提案的 一些動作 那一旦提案之後呢 就可以讓媒體跟平台呢 去進行一些協議的這種可能性 那我們一直認為說 其實議價法會比 直接對平台去磕稅的方式呢 來的一個相對比較溫和的這個做法 那或許是一個 比較適合台灣的一種 這種做法 那所以這是我們期待說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在一個民主國家 如果是窮媒體的話呢 必然是會養出一個 很貧窮的一個這種民主政治 所以其實議價法也好 或者是數位稅也好 它其實都是跟 整個台灣的媒體環境有關 也是跟我們的 我們的民主的政治 是否能夠這個 永續的發展呢 非常有息息相關 數位稅的議題呢 勢必還要經過更多 周詳的評估和討論 那同時我們也希望 可以凝聚更多的社會共識 那希望觀眾朋友 可以跟我們一起 持續的來關注這個議題 以及接下來台灣 會怎麼樣來進行或是發展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陳妍任 副教授來到我們的現場 請問486我們下次見